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骗局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脑波强化头戴 智商飙升还是脑洞开 二返老化时间霜 倒转岁月还是钱包缩水 三梦境投影机 一一好梦还是白日做梦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脑波强化头戴 智商飙升还是脑洞开 各位听众、学生、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脑波强化头戴 这是一个在科技与幻想交界处跳跃的产品 让人不禁想问 这是智商飙升的新时代 还是我们的脑洞开得太大了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神奇的头戴 脑波强化头戴听起来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产品 它通过检测我们的脑波 并进行某种形式的调节或刺激 来提高我们的认知功能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是 穿上了钢铁侠的盔甲 只不过这次是为了战胜数读 而不是超级坏蛋 但在我们兴奋地奔向最近的科技商店之前 让我们先冷静下来 用一点科学的怀主 一来审视这个产品 脑波强化头戴的原理 是基于神经科学的一些研究 这些研究表明特定的脑波模式 与注意力 记忆和学习等认知功能相关联 然而 从相关联到能够被外部设备 有效的控制和增强之间 还有一条漫长而复杂的道路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幽默的部分 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头戴真的能够让智商飙升 那么考试将变得多么有趣 学生们不再需要熬夜复习 只需要在考试前戴上这个头戴 就能像下载资料到USB一样 将知识传输到大脑中 教授们可能需要开始设计 防作弊头戴来应对这种情况 否则我们的工作 可能就要被这些高科技的头戴取代了 当然 这些都是玩笑话 科学的进步总是让人兴奋 但也需要谨慎和实证 目前为止 脑波强化头戴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来支持他们能构显住提高智商或认知功能 这不是说未来不可能实现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可能还是得依靠传统的学习方法 阅读 思考 实践和不断的好奇心 所以 脑波强化头戴到底是智商飙升的工具 还是脑洞开的太大的产物 目前看来 它可能更接近后者 但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有更多的理由相信 这些头戴真的能够让我们更聪明 直到那时 让我们保持好奇 继续学习 并且时刻准备好迎接可能出现的任何奇迹 毕竟 科学本身就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冒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繁老化时间霜 倒转岁月还是钱包缩水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同仁 以及对于时间的无情流逝感到焦虑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人既心动又心痛的话题 繁老化时间霜 这个神奇的瓶瓶罐罐 据说能够让我们的脸庞重返青春 让皱纹 松弛 斑点通通退散 但是 这真的是倒转岁月的秘密武器 还是只是让我们的钱包瘦身的魔法呢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所谓的时间霜 它们通常含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分 比如抗氧化剂 钛 透明质酸 维生素C和E 甚至是一些听起来像是从未来实验时 直接运来的高科技物质 这些成分的却有科学研究支持 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皮肤状况 减缓老化的迹象 然而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老化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涉及到基因 环境因素 生活方式选择等等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霜 可以真正的倒转时间 所以 当你看到一瓶售价不菲的凡老化霜 宣称能够让你的皮肤回到十年前 你可能需要用一点怀疑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夸张的宣传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钱包的问题 这些凡老化产品往往价格不菲 有时候一小瓶 就能让你的银行账户感到寒冬来袭 当然 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带来 它们承诺的效果 那么这笔投资或许是值得的 但是 如果效果微乎其微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场昂贵的实验 而你的钱包无疑是实验中的牺牲品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返老化时间霜呢 我建议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饮食 充足睡眠 适量运动 以及避免过度曝晒 阳光 这些都是证实有效的抗老策略 至于那些时间霜 如果你决定尝试 请记得保持理性 不要期待奇迹 而是把它们看作是日常护肤程序中的一部分 最后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返老化时间霜 可能不会真的倒转岁月 但它们绝对能倒转你的钱包 让它变得更轻盈 所以 在你决定是否购买之前 不妨先问问自己 你是想要一个 可能稍微年轻一点的脸庞 还是一个更健康的银行余额呢 选择权在你手中 选择智慧的 我的朋友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梦境投影机 夜夜好梦 还是白日做梦 各位亲爱的梦游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人既兴奋 又可能失眠的话题 梦境投影机 这个神奇的小玩意儿 据说 能将我们的梦境 像电影一样投射出来 让我们的夜晚 变成私人放映厅 但问题来了 这是夜夜好梦 还是让我们 在白日里 也开始做梦呢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解释 梦境投影机 这个概念听起来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 走出来的 它依靠捕捉 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活动 然后将这些信号 转化成视觉影像 这本身就是一项 了不起的技术突破 毕竟 谁不想看看 自己梦中的独角兽 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但是 当我们开始将梦境 公开放映时 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麻烦 想想看 如果你的梦境 被不小心投射到了 社交媒体上 那些奇怪的 尴尬的 甚至是私密的梦境 内容可能会让你 成为网络红人 而且是那种 你可能不太想成为的那种 再来 我们要考虑到 梦境的真实性 梦境是我们 潜意识的产物 它们可能包含 我们最深层的恐惧 愿望和秘密 当这些被投影出来时 我们可能会开始质疑 我们是真的想要这样 毫无保留地了解自己吗 还是我们更愿意 保留那一丝神秘感 让梦境 继续在我们的脑海中 自由飞翔 不过 梦境投影机 也有它的好处 比如 心理学家可以使用 它来帮助病人解析梦境 治疗心理创伤 艺术家可以从中或取灵感 创作出前所未有的作品 甚至 它可以成为一种 新的娱乐形式 想象一下 和朋友们一起观看彼此的梦境 那将是多么奇妙的聚会活动啊 总之 梦境投影机 既有可能让我们夜夜好梦 也有可能让我们 在白日里开始做梦 但不管怎样 它都提醒我们 有时候 保持一点神秘感 可能是一件好事 毕竟 如果所有梦都成为了公开的电影 那么梦中的那头飞翔的猪 可能就不会那么特别了 所以 结论是 让我们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但同时也要保持一点冷静和理性 这些产品可能在未来成为现实 但目前来说 它们更像是我们幻想的一部分 所以 让我们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学习 成长和抵达我们的目标吧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新奇的科技产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